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沛金 那我现在目前是一个职业会计师 我自己成立了经养会计师事务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女生创业的过程中 本来就是一条比较辛苦的路 那以我自己而言 我在考会计师 跟成立自己的事务所这一条路 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那中间我也遇到很多不被支持的声音 但是我想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 只要你可以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些小声音 我相信你熬过了这个瓶颈期 你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 退到瓶颈期的时候 我会做几个部分 第一个我就会去运动 让自己负面能量去消耗掉 再来我觉得人的一生中 你的不同的阶段 你都一定需要有老师 我觉得这个老师很重要 那你自己必须要去找 你身边值得你学习的人 当你看到这些人 觉得很优秀的时候 你可以去跟他们靠近 那他们身上一定有正向的能量 我觉得这些对我的印象都很大 那当我在创业的时候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瓶颈 可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很优秀的会计师 所以那时候我跟随他的脚步之后 我发现其实慢慢的你也会成为这样优秀的人 我希望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